喂!Jeffrey 嘿嘿嘿,有什麼幫到你? 我最近聽了很多人說Base Size 聽完之後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 但其實都是不明白 我想這件事也不只是你資質的問題 其實Base Size這件事也挺深的 很多師兄聽完之後都覺得一頭霧水 我怕我自己也說得不太清楚 不如請我的朋友來跟你說一說吧 找我什麼事? 咦? 我聽人說,Wall檔內只有光圈快門 和Base ISO這些資訊 那把照片最後的ISO表現 是不是計算模擬出來的呢? 你自己有相機,其實你自己都可以求證一下 我們可以做個小實驗 Base on ISO 100來做測光拍幾張照 光圈快門就一樣設定 只不過ISO不同,過入光量就一樣 這幾張照,由ISO 100拍到ISO 64 都是用RAW儲存的 我們用ISO 100拍的照片就很正常了 如果ISO只是模擬出來的話 那ISO 64的RAW 是不是應該會有等同ISO 100RAW的資料呢? 但你會發現ISO 64的RAW檔 死白的地方就是死白 就算用軟件降低的曝光 都是recover不回的 而且雜訊也很多 咦? 是呀,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再看看Sensor的運作流程 光線鏡由Pixel接收 再由Analog Circuit處理 來到這裡的Signal 就是Sensor本身出廠設定的Base ISO 或者叫做Native ISO 那這個就是RAW的Base ISO 這個基本的Signal 還要經過Gang Amplifier 再放大增益才儲存在RAW檔 我們調校ISO的時候 其實只不過是調校Gang Amplifier 將訊號放大 所以儲存在RAW檔的訊號 本身是一個已經放大了的訊號 高ISO當然是將訊號放大多些 自然就跟雜訊一起放大了 那有沒有相機是有儲存 沒有Gang Signal的RAW的 一些專業的攝錄機 就像RAW這類機一樣 才會將未Amplifier的訊號 save到RAW那裡 後期才會再用Look Up Table的方法 運算出其他ISO的效果 跟我們一般相機是不同的 聽人說Base ISO 就不是你部相機的最低ISO 如果用高一點的ISO拍照 是不是會多些層次的? 既然相機出廠有個Base ISO 理論上用這個Base ISO拍照拍片 都會有最高的畫質 即是說它會有最多層次 以及最低的雜訊 那誰才是Base ISO呢? 當然要看看你用什麼相機 以及你用正常Gamma拍照拍片 還是用LogGamma 影相有影相的Base ISO 你用Log拍片的話 就會有Log的Base ISO 那我怎知道自己在拍照時 用什麼Gamma 如果你是普通拍照拍片 就當然用JPG如次的Gamma 但如果你是Safe RAW的話 最後Safe JPEG的時候 都會用這個Gamma硬定 作用就是最有效地運用相機的Bit Depth 拍片的時候選Log的話 就是用LogGamma 那即是用什麼ISO拍照是最有層次? 我又做了一個小實驗 用不同的ISO拍照 但都相應調節快門速度 令到每一張照片的曝光程度是一樣的 我特意超過了很多級 拍出來的JPG就當然沒有細節了 但我用Raw拍的再調低曝光 就可以出大部分層次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天 還有一部分是白色的 即是這個位置就其實超過散發到沒有細節了 如果我們收拾相片的話 層次不夠的問題就會更加明顯 為了令大家更容易看到分別 我就特意調整到重手一點 這張用ISO100拍照 白色沒有細節的位置就更加明顯了 如果我們用高一點ISO拍照會怎樣呢? 可以看到死白的面積就越來越大 即是Sensor的Dynamic Range就越來越低了 而且光暗位的漸變都沒有那麼順暢 其實這樣的Dynamic Range測試 外國網站都做了很多 可以看到絕大部分的相機 都是最低ISO的時候會有最高的寬容度 所以我們用普通的加密相拍片 Base ISO 通常都是最低的ISO 當然擴展出來的就不算了 那有沒有相機是例外的呢? 當然有 例如Panasonic的G5HS、S1H 以及它的VariCam系列 就有個特別的Duel Native ISO設計 一個高一點、一個低一點 用兩組不同的線路處理 這些機是optimize 人工光源去拍片 所以它最低的Native ISO 就ISO 400、684、888 而不是ISO 100 跟我們普通一般影相機是很不同的 那用Lock拍片的時候 Base ISO 又是什麼呢? 首先你要知道什麼叫做Lock 我們用Lock的時候 相機就會改變了Gamma輸入的曲線 去拿取Sensor最大的Dynamic Range 以Canon C300 Mark II為例 用Canon Lock II的話 它的Dynamic Range又有15級了 但大家可以留意到 這15級就不是平均分配的 如果我們想調多些Dynamic Range 去光位那邊 就要用一個比較高的感光度 看到這幅圖 去到ISO 800這個位 就剛剛好拿到最多的高光位Dynamic Range 而 Noise 又未去到最高 所以這個就是C300 Mark II 用C-Lock II那時候的Bass ISO 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講的是ISO 800 是用C-Lock II那時候的Bass ISO 如果我用不同的Lock的話 那個Bass ISO 又會不同的 還有我用Lock的時候 那個暗位雜訊都會比較多 如果你拍的畫面 光差不是那麼大 又或者你想拍一些Lowkey的影片 其實你可以把ISO設定 做低於Bass ISO拍攝都可以 這個雜訊又不會那麼多 但又不會影響到畫面的光暗表現 所以如果你拍照的時候 你想要多一點Dynamic Range 和低一點雜訊的話 通常設定低一點ISO都可以 你不是拍Lock的話 就麻煩不要亂用Lock的Bass ISO 相機這件事真的很薄大精深 不過剛剛那個人是誰 新同時有這麼瘦的嗎